最近,两代小燕子同框 照片中的黄毅笑得一脸灿烂 瞪着大眼睛的赵薇则一脸搞怪 同样是穷瑶女郎出身 扮演了小燕子 如今赵薇位列内地四大花旦 还是演员请就位的评委 而黄毅却以选手的身份参加节目 竟与赵薇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 他来参加这个节目还真求了我同意啊 哦,这是什么样的故事 就是其实是有压力的 各种包袱 什么年纪啊,就是以前也哄过啊之类的 曾经都是红极一时的女一号 如今一个是坐在前排的导师 一个是被点评的学员 黄毅和赵薇的种种差别让人唏嘘 同觉不同命,究竟是为什么 事业风生水起时 赵薇嫁给了新加坡富商黄有龙 每段恋爱赵薇都很灵得轻 曾经和家境英时的汪宇谈恋爱 结果发现她是花花公子以后 赵薇果断分手 婚后,对自己的规划 赵薇依然很明确 回校独眼,转型导演 凭借毕业作品《至青春》 几身优秀与导演之一 还捧红了杨子山,郑凯,韩跟赵又婷 朋友圈都是马云王妃这样的大咖 2014年入股阿里影业,和黄有龙一起成为阿里影业的第二大股东 而黄一却经历了两段离婚 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一直被整容出轨,双面人,婚变,家暴等负面新闻残身 他们彻底摧毁了黄一的演艺事业 让他的广告细约全面停止 我的危机不是30家40家,而是结婚家,他就出现了 当年,黄一与仅仅认识了41天的中华基金董事江凯闪婚 刷新了女明星的闪婚记录 而这段婚姻仅仅维持9个月就匆匆散场 而所谓的金融新贵江凯还用出轨拖了黄一身脏 失败的婚姻 第一次呢,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是因为想结婚而结婚 第二次呢,是因为特别想要孩子而结婚 这是一个多么差的婚姻观啊 这两点都不是一个好婚姻的基础 我太在乎一人给我的这种光环 给我带来这种明和力 我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处理 我选择了妥协,忍受,稀释宁人 可一度的退让,最后让我无路可退 第二段婚姻很快来临 她与小她七岁零四个月的富二代黄一清凤子成婚 2013年,黄一在美国生下女儿当当 所有人都以为她这一次会过得很幸福 谁知道女儿刚出生黄一就被迫陷入于黄一清的对峙当中 很快家暴的消息就传了出来 被男方公开在社交平台上公布她的隐私 他们争抢女儿的视频也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 离婚后,黄一清依然在网上坚持不断的抹黑黄一 导致黄一的事业停滞,也没有人敢找她拍戏 她之前签下的品牌代言商纷纷找她解约要求赔偿 导致她负载累累 黄一清甚至还放出黄一的私密照片 威胁与黄一合作的人,只要谁敢找黄一合作 就用尽一切办法攻击她们 不停滚了北方,所有的用词 用在一个正常的人身上都是不能够成熟的 更何况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做来的一番事业 我更不想说我的人设在这样的一个人的嘴里边 让所有的媒体就认同它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然后对于我造成的一个不可悔念的影响 我可以没有,我可以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是给我人格的一种莫大的侮辱 更何况我现在也是有女儿,我也是妹的母亲 我不想说她的这些超出人格的低诡和诽谤 能继续地这样逍遥法外 这个世界已经四年过去 但是虽然那么久就可能所有人都已经搬亡了这件事情 过得共产的你来,来,就是说来做什么的 在前夫黄一清锒铛入狱以后 黄一终于能够喘口气出来疯狂工作 黄一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 爷爷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早年曾经留学美国 父亲毕业于西安交大 20年前,他把自己和男友聂远的照片 递给了上厕花轿架对狼剧组 两人同时幸运地被选中 担任剧中的男女主角 如今黄一重回屏幕 你觉得她能收获她想要的幸福吗 你觉得她能收获她想要的幸福吗 明天见热 我们下期见